永乐皇帝朱棣曾经下令让郑和带着船队下西洋 在明朝各方面实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 也要看一看西方世界究竟进展到哪一步 也是为了扬长弊端 郑和并没有让朱棣失望 他从永乐三年到永乐22年间 整整19年内下西洋六次 为大明的皇帝们带回了他们从未见过的西方国家的景色 郑和因病去世之后 宣宗让他的副手王景洪继承了他的遗志 但下西洋的这项活动并没能持续到最后 1436年2月 明英宗朱祁镇亲自下令 一切造作 西皆停办 这句话一出口 算是彻底终止了下西洋的行动 这其中有什么缘由呢 一、郑和下西洋的真实原因 1405年 朱棣下令让郑和下西洋 这道赵令的最初目的并非是让郑和打开中原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而是为了寻找一个人的踪迹 那就是建文帝 朱隐文 最初朱元璋希望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太子朱彪 朱彪的几个兄弟也都对兄长即位没有任何意义 但事情就坏在了朱彪英年早逝 朱元璋得知爱子早逝之后悲痛难忍 他并没有打算在其他儿子中挑选出一名继承皇位 而是要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孙子朱隐文 为了能够让朱隐文顺利继承皇位 朱元璋可谓是费尽心血 先是杀了对朱隐文有威胁的那些大臣 随后又接二连三的将自己其他的儿子贬折 朱彪无法忍受朱隐文的削藩 干脆自立为王带兵谋反 朱隐文自然比不上征战沙场多年的朱弟 据传闻他被朱弟杀死 还有传言说朱隐文带着传国玉玺一路逃到了海外 朱弟一生最不能听到的话 就是有人说他谋朝篡位 所以在他坐稳皇位之后 首先想的就是排除一切不赞同的声音 于是他开始建功立业 御驾亲征 开疆拓土 还命人修永乐大典 为的就是向世人证明 他是一名功大于过的帝王 虽然朱弟大多时间都用来对外征战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寻找朱隐文的下落 无论对方是生是死 一定要找到方能安心 于是朱弟就派郑和带着团队向西方国家出使 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建文皇帝的下落 另一方面也是让那些西方国家知道 如今的大明兵力如何强盛 起到明显的震慑作用 至于打开中西方的贸易之路 完全是郑和下西洋路上送来的大礼包 二、下西洋被叫停又负起 朱弟去世之后 大明王朝的皇位落在了朱高赤的身上 此人不像朱弟能争善战 杀伐果断 是一名难得的守城之君 朱高赤知道 父亲在位期间带兵作战 将明朝的版图疯狂扩张 却也耗费了极大的人力和物力 毕竟外出征战所需的军粮和士兵的武器锻造 商药和身上所穿的铠甲 都是需要从国库中支取银钱 而国库中的这些银钱 又来源于百姓们的赴税 朱高赤身为太子的时候 无法阻止父亲的行为 但他身为皇帝却注意到了这一点 为了不给百姓增加过多的负担 也为了能够让明朝尽快地修身养息 朱高赤在位期间曾经下令减免赴税 尽量地避免外出征战 给了百姓们平安生活的空间 也给了明朝修身养息的时间 而郑和下西洋的行为也被朱高赤叫停 虽然之前下西洋的行为 会让很多西方国家见识到大明王朝的墙上 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经济贸易 但是造船士兵以及运送补给 再加上带着的那些金银珠宝 也是一笔极大的花费 所以他停止了这笔不必要的支出 朱高赤将皇位传给儿子朱瞻基以后 朱瞻基却不像父亲这般平和仁慈 而是和他的皇祖父朱棣 如同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朱瞻基接手的大明已经恢复了一定程度 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财富 都可以支撑他带兵打仗 所以他力排众议 让郑和再一次的启动了下西洋的行为 甚至在郑和去世之后 他下令让郑和曾经的副手接手 整个下西洋的活动 势必要将下西洋进行到底 朱瞻基镇爱百姓再次叫停下西洋 朱瞻基镇继承皇位之后 就停了下西洋的活动 并非是因为他不懂得下西洋 能够给大明王朝带来的好处 而是因为这项活动所要花费的银钱 实在是一笔天文数字 明朝虽然可以勉强支付这笔数字 但却会给明朝国库带来难以想象的负担 就拿郑和下西洋所乘坐的船只来说 这支队伍所用的船长44张 宽18张 光是制作一艘宝船所需要的木材 就难以集数 最重要的是他团队中的这些船只 共有62艘 所需的木材以及人力物力 就更是难以想象 除了前期的制作工作以外 后续的维护也需要极大的成本 同时还有装粮的 装水的 庄明朝提前准备好的那些金银珠宝的船只 光是这些小船就有二百余艘 再比如人力的使用 郑和下西洋的路上绝不会风调雨顺 海上会遇见海盗 若是在下船出使的时候 遇见其他国家叛乱 郑和船队上的这些士兵还会充当起护卫 一方面保证郑和本人的安危 另外一方面则是和其他国家交好 而船上的这些护卫 以及丫鬟婢女等仆人的俸禄发放 也是一笔天文数字 甚至有很多人的存在根本没有必要 但为了彰显大明王朝的国威和强盛 应是安排了进来 朱祁镇身为明朝的皇帝 自然要为朝廷上下的百姓和官员们负责 他并没有继续做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 在发现明朝的国库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一行人下西洋了之后 便干脆利落地选择了教廷 这个活动停下来之后 明朝的国库瞬间改变了捉襟见肘的情况 百姓们也不必承受如此重的赋税 而且好空国库来换取其他国家 对明朝的尊重和敬佩根本不值得 与其一直去做表面功夫 还不如尽心尽力地去思考 怎样才能够让百姓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老百姓们才是这个国家的核心 老百姓日子过得贫苦 三天饿久顿 自然会起了反叛之心 百姓心里充满怨愿 国家根基就不稳 所以减少劳民伤财的行为 才是真的有利于百姓的生活 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点赞订阅 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